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关系之下 虫粉也成为了明星的必备技能之一 在娱乐圈当中 明星有着各种各样的虫粉方式 就像胡哥曾经为患病的女粉丝送上话剧门票 还为男粉丝的求婚宣言打扣 王家尔曾经给粉丝剪鞋子 被网友们戏称为剪鞋专业户 陆涵每次表演结束后都会包车送粉丝安全到家 这一系列的虫粉方式给明星们增添了不少的好感 不过有一种外事充粉方式 大家可能没见过 那就是张哲瀚的口闲体正直视充粉 近日快乐大本营发布了一条张哲瀚的话剧视频 视频当中节目组建议做游戏输了要加个小惩罚 但这个惩罚算是给粉丝的福利 没想到张哲瀚直接脱口而出 我的粉丝看到我就很开心 不需要福利 他们都很坚强 这样粉丝们的心态爆炸纷纷留言到被狠狠打捏住了 只能闯着 不想坚强了 一大片的调侃式话语让人看了很是欢乐 这不禁让人想起张哲瀚和粉丝的相爱相杀式互动 张哲瀚因为舞姿过于迷人 被粉丝在机场送军体全手册 因虫方杀手身份被粉丝送菜谱书 尽管张哲瀚喜欢和粉丝互怼 但他身体还是很诚实 属于嘴硬心软那一类 在话题当中嘴上说着自己粉丝不需要福利 行动上却乖乖亲唱了《环绕有一个姑娘》等歌曲 据说这也是张哲瀚亲唱最久的一次 真的是实力宠本了 其实这并不是张哲瀚第一次宠本了 之前在粉丝见面会上 张哲瀚还念了自己给粉丝写的信 称他们不仅是粉丝更是朋友 在自己的生日直播会上 张哲瀚也给粉丝送足了福利 互动不断 有实力又充分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张哲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原因吧 被龚军称为老干部 网速二句的张哲瀚网速提到了五句 在录制本周的快乐大本营的路上 快本设置组提问几个老婆自己表情包里的文字 他竟然都答对了 前几个都是脱口而出 秒答 是不是他自己的手机也在用这几个表情包啊 两张图一对比 小哲张哲瀚比五月份的时候脸更小了 真的是瘦了很多 真想问他讨要享受就能瘦的秘诀 看看老婆这得色的表情 就这 So easy 小哲看到自己在威亚狂欢节上的表演 没想到也做成了表情包 刘云久公布还是很好猜的 猜这个时出现了热议 其实在CH用的最多的是少教公主做事 节目组临时修改了 不得不说一句 张志涵和粉丝互动简直是快乐的源泉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